网友网友发了一个网站给我 然后让我测一下 测这个网站 他会检测你现在是不是正在使用代理软件啊 如果你想测试的话 可以试一下 这个是这个网站的链接和二维码 然后他想要帮他搞一个节点啊 搭建一个节点 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的测试 这个网站干嘛的呢 打开之后看了一下啊 他检测了好几项啊 第一项是检测这个UA user agent 就会看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设备啊 什么浏览器啊 比如说什么苹果手机 安卓手机 Mac Windows什么电脑啊 都可以帮你检测出来的 然后还有浏览器啊 什么火狐浏览器 Chrome浏览器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Opera 那个叫什么浏览器 Open 还是什么浏览器来知道 都可以检测出来啊 这是第一项检测 然后第二项检测的话 是检测这个IP位置和你的这个 电脑设置的时区位置 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的话应该很好检测通过 哪个不一样 就把电脑的时区改一下 然后第三个话就是检测 你是不是在使用代理软件 这个检测的话 我看了一下 它应该就是非常简单的 根据你的IP类型来判断的啊 呃 我在手机上面 分别测试下的手机 不连 VPN的状态下 用的4G网络和 家里的这个宽带 然后它 用数据流量检测出来的是 使用数据网络 然后 用这个家里的WiFi 它检测出来的是这个 住宅IP 原生的 住宅IP 但是如果我用了这些代理软件 它就会 检测出来 你是在使用这个代理啊 这个检测的话 完全就是和你的IP类型有关系的 如果你想要这个检测通过的话 你就去买那些国外的号称什么 家宽啊 家庭原生宽带的那个IP 才可以通过它的检测吧 你只要是一些什么云服务器厂商的IP 基本上应该都是无法通过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检测这个指纹 这个玩意儿的话 一般来说 都会通过的 除非很奇怪的情况 然后检测你浏览器的指纹不一字 你极有可能在使用代理软件 检测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IP的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甲骨文云的节点啊 他测试出来的就是这个 就这样做的 但是我会不会在那里面的 因为这个是在那里面的 就这样做的 这个是一个